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昨日下午民进党高市长党内初选参选人 首场辩论港督丰宇盈 高雄市长争霸战刚结束 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廖达奇表示 国民党显得静悄悄要加把劲 五位于参选高雄市长的民进党级立委 包括赵天林、冠毕林、刘志芳、林戴化、陈奇迈 昨日在首场电视辩论会上 分别针对高雄财政、城市发展表达具体的政见 展现了强烈的执政企图心 根据中央社报道 廖达奇教授表示 对照民进党参选人活力与企图心 却没有看到国民党拥有权力与资源者 标态可以不计个人厉害得失 展现气魄来对水一战 高市选民恐惧感受台面上人算计 B站 廖达奇教授又提到 现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过去曾在高雄担任两届市长 与地方有深厚的渊源 加上清点韩国瑜担任市党部主委 高雄市长这一仗 吴敦义应该不会让自己漏气才对 本项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宗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宗允